由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细游时光 《小人物说历史》戏剧导览 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除了带领观众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台湾 也呼应今年博物馆日主题 文化部长史哲、立法委员吴思瑶 及各博物馆代表都出席参加 宣布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启动 文化部长史哲更带来 即将增加一个博物馆的好消息 那我今天能够来 其实刚刚吴思瑶委员讲说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这好消息不会今天才产生 其实我们努力很久 波折很多 这个套句台湾人讲 这个 这我昨天打给吴思瑶委员说 你交代的事情 我谢人情我还是把它完成 我想台湾馆很辛苦 在不断的波折当中 我们事实上还是选择 但是我们天道部20号这个建筑仓库 作为台湾建筑化中心的基地 这个已经是确定的 那钱也所着落 我们将投入1億6千万元 那刚刚台博物馆跟我讲说 他们会努力在2026年来开 如果可以更早一些是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建筑化中心对于台湾的博物馆群来讲 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大家对于台湾的建筑美学觉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国外来丁头追上 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建筑脉络 有没有所研究检讨 这就是国外的意义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筑文化中心 其实你很难跟这个国际社会讲说 我们这一座所谓的不是小雕塑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雕塑 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很有所谓的生活美学可验 所以我觉得建筑化中心 不是要委员倡议这么多年 在立法院执行那么多次 我们跟建筑界大家都会堪过 大家先求有不嫌想 轻量出发灾难先行 那我希望能够在我卸任前 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定案 也为台湾多增添一个博物馆 那我希望这也是在我今天卸任前参加518 这个启动记者会 我觉得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博物馆要走入社会 走入人民的生活 这是一直我们长期以来 来努力的 跟大家偷偷讲一个小秘密 我是选举出身的 那我每四年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开票日 那一天吴思耀在哪里 我那一天仍在美术馆 因为在结束一场非常坚毫的 非常刺激的或是充满攻击的 政治选举之后 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仪式 开票日那天我一定会进美术馆 然后让自己沉淀 然后影响开票的结果 但是艺术就是给人最强大的能量 到so far我们都感受到这样的能量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是逢周末 全台各地博物馆和地方文化馆 将办理多样活动 国立故宫博物院也规划专题讲座 及博物馆日儿童特别活动 并期盼博物馆在面临质量考验 及追求效率同时 也要思考如何提升观赏的层面 在5月的时候 我们在北部院区跟南部院区 同时有两个新展览开幕 在南院已经开展的是 人气国宝展厅的 宫阙华美绝伦的理想建筑 那北部院区在5月17号 即将开展的是 看得见的《红楼梦》 这两场展览我们都举办有与策展人踊跃的活动 邀请策展员先生说法 分享他们的策展理念 也面对面的跟观众交流 那在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 在北部院区的儿童学艺中心 我们办理了全天全民的活动 邀请所有对青铜器文士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探索青铜器文士的秘密 那在南部院区 在518下午的故宫下午茶的节目里面 我们邀请了纳云碑舞团来表演舞蹈 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接受的表演活动 来拉近故宫跟民众的距离 也传达故宫的文入 跟故宫的教育跟研究的方式 广受好评的基北北桃 周游列博数位票券 今年结合了基北北桃共39所文化场馆可以使用 欢迎博物馆迷的朋友们 把握这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